中文字幕志愿者 如果我在介紹什麼大樓 就是在火車尾的地方 那個左邊有一幅很長的壁畫 那這幅壁畫呢 第一幅畫他畫的是一艘船 就是我們的祖先從唐商過台灣 要經過台灣海峽 我們這一幅畫呢 也就是畫著我們在台灣的後世 還有一些就是我們社群的特色 那等一下我們再往右前方 右前方 在火車尾巴那邊往右前方看過去 房子的旁邊有一個圓圓的 像一個水塘或是一個雕堡 是日本人所建設的 它是保護自己 地下室 妹妹你在幹嘛啊 你在看火車 妹妹會看你這麼好漂亮的水塘嗎 你看後面 哈囉新年快樂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哇 哇 哇 我們現在所建立的 這個是一個滅圈的隧道 那現在我們兩門種了滿多的百香果 那因為這邊旁邊的油已經在大樓見到之後 那邊是非常的大 所以一些百香果都沒有辦法種植成功 你在旁邊嗎? YES 就是那一棟大樓喔 哇 綠毛蟲 綠毛蟲 可以耶 綠毛蟲 嗨小毛蟲 嗨小飄車 嗨小飄車 嗨寶比 哈囉 哈囉小朋友 三個小朋友 沒錯 我開始帶來的 跳晃會不會叫 平常跟我們 mãi 八一一樣 跟妳們回來 走 回家 愛理人 一點點 這是走 我要轉繞 好 我再往那 那接下來在我們 椰葉堅 椰葉堅在這一區是 芥美 芥美 它開始種植沒有多種 然後在前面有一區 它是芋頭 我們剛剛都弄下去的 它是芋頭 芋頭在農曆當月的時候是最好吃的季節 在地的康囊庄 太多了 中流灘的名單諧音 恐農恐農 現在叫做健康又快樂的康樂社群 那我們這個康囊座的經濟作用呢 在早期沒有塑膠類之前 我們是用它的葉子把它綁一綁 綁成一把掃把 那聽說這個康囊的掃把 它有避邪的作用嗎 很多的森林如果要出行之前 會拿這個康囊的掃把 有一些味氣灑掉喔 然後我們走邊 所以等一下我們到牛車公園 會停留下來 讓你們走一走 拍拍招喔 有沒有 我們走邊那一排很展現的樹 我們是在十二生肖旁邊的那個是康囊座 那我們這個康囊座呢 本很多人都不能吃這個康囊座 有人把它稱作什麼 我們在很多跟它一樣的啦 什麼 檳榔座啦 或是什麼很多鐵樹啊 可是它都不是 它是康囊座 那因為它的國語叫做康囊 本來也叫做恐龍 所以很多人就把恐龍加上康囊 恐龍康囊康囊座 所以因為這首歌 我們這個康囊康囊座就紅了 有多的就在了 我都吃他的 我看到的 我看到的 我的朋友好遠 哎 有好遠啊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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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真好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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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在後面等下就會來了 先去找你們自己的生下 我找到我的小蛇 小蛇好可愛 小蛇 這個啦 這啦 哥哥找到了嗎 哥哥找到自己的了嗎 來看我 哥哥是雞 哥哥是雞 這兩個人是什麼啊 粉紅豬 粉紅豬小妹雙冷煮